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呢 诗人白居易的做法会给我们不少启发 这白居易可是大唐神一样的存在 他的粉丝是最多的 甚至日本朝鲜的国家都有不少他的粉丝 他的粉丝不挺多 还很疯狂 据说呀 有一个叫葛青的粉丝 就把白居易长达840个字的长恒歌 闻在了自己的身上 注意了啊 是闻不是画 实实在在闻在皮肤上 戏不掉的 放到现在 白居易的粉丝至少500万 随便发一条说说 少说也得有10万家的评论 咱们现在就来看看白居易的诗歌 是怎么成为他的吸粉利器的吧 白居易16岁的时候就收获了一枚重量级的粉丝 长安的诗坛领袖 顾矿 这个顾矿啊 可了不多 谁的诗要是得到了他的一句称赞 立刻就会红遍长安城 白居易拿着自己的诗去拜访顾矿 顾矿一看白居易的名字就笑了 那他打趣说 居易 长安米贵 居大不易呀 可是呢 等到他看了白居易带来的那首 复得谷原草送别 立刻惊掉了下巴 你看那古园上的小草 春容秋枯碎碎循环 这分明就是在赞美顽强不屈的精神啊 而且这语言也非常的通俗易懂啊 再看标识中有复得二字 其实就是说明 这首诗是老师布置的硬考作业 这首诗后面还有四句 远方清古道 秦翠结荒城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琴 古矿连声称赞眼前的这个少年呀 有了这首诗 长安米再贵 你都能在这儿住下来 哎呦 有没有瞬间实话的感觉呀 人家的作业 随随便便拿过了一篇 就收获了当时 所有读书人的膝盖 不仅如此 白居易在长安居住下来以后 又得到了许多老百姓的爱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说说第二次一本诗 麦汉翁 原来白居易经常写诗 讽刺现实中不合理的地方 他有时很像是一个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侠客 这不 皇帝身边负责财买生活用品的太监 买了一个卖炭老头的炭 不给人家钱 这被白居易知道后 立刻写了一首诗 进行讽刺 卖炭翁 乏心烧炭 南山中 这个卖木炭的老人 在大雪纷飞的延东 在人际罕至的南山 砍柴烧炭 满面尘灰 烟火色 两顶沧桑 食指黑 他脸上布满皱纹 皱纹里满是炭火的烟尘 只见他头发斑白 手指全是黑的 如此辛苦 还不是为了能吃饱穿碗罢了 卖炭得钱何所赢 身上衣裳 口中石 可是他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 都无法得到满足 这首诗描写的是如此真实 也没有一句难懂的话 立刻就得到了广大平土百姓的故意 他们每读一遍麦探翁 就从那个可人的老人身上 看了自己的眼睛 当然白居易写的诗 也不都是这样沉重的 他也有很多轻松活泼的诗歌 为他俘获了不少小粉丝的芳心 这首叫做池上的五言绝句 小孩子们可是喜欢的不得了呢 这样的语言又生动又好理解 就像白大叔在和他们面对面说话一样 你看 一个小娃穿着一条小船 偷偷地爬去池塘 采了一朵美丽的白棉花 夏日的午后 小娃娃们是最不喜欢睡午觉的 可是最后呢 还是被火眼睛睛的爸爸妈妈们发笑 因为水面上的浮屏 暴露了小船划过的痕迹 这是无论如何 也隐藏不了的呀 小娃娃们 以后还是乖乖地睡午觉吧 第四首积分诗 全堂湖春行 对了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 日本天皇也是白棉藝的粉丝 他还花重金去买白棉藝的诗呢 这么有魅力吗 好 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 前堂湖春行吧 这可是白棉藝在杭州当市长的时候写的诗 孤山四北 甲亭西 水面出平 云较低 几处早阴 蒸暖树 谁家新夜 灼春泥 一个春天 白市长骑了一匹高头大马 在西湖边上欣赏美景 远看 有春水 有白云 有金鸡喳喳的黄鹰在叫 还有小燕子 嘴里咸着泥巴 准备坐窝 进出呢 可以看到脚下缤纷的花朵 像绿毯一样 刚刚没过马蹄的小草 可是啊 白居易最爱的 还是绿羊烟的那道白沙滴 曾经啊 白居易为了治理西湖的水患 给老百姓们见过一道滴巴 哎 真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市长啊 白居易的诗歌 能为他吸来这么多粉丝 除了有情有义 有才华有爱心之外 就是他的诗歌 非常的口语化 目不时钉的老人 也能听懂 传说呀 白居易每一卸一首诗 都要先念给一个老婆婆听 听不懂 就得赶紧修改 直到人家能听懂为止 My God 原以为口语化表达是当今信息化爆炸的产物 原来 祖师爷在这儿呢 所以呢 我们从白居易的四首诗中得到的礼物就是 口语化表达 口语化表达 就是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述 这样呢 别人才能够更加的容易理解 同学们 口语化表达具有着强大的杀伤力 如果我们把这种口语化表达的方法 用到自己平时的说话或者作文当中 相信你也一定会成为 像白居易一样 受欢迎的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